收下政院同仁制政的鲜花和礼品 行政院长陈静仁小得灿烂 结束任内最后一次行政院会后 行政院举办席别查会 陈静仁深深一鞠躬 感谢执政团队的同仁支持 你们在一年四个月来给我的帮助 还有我们一同为国家来努力 有你们真好 院长的会是不少 但是会最多的就是副院长的会 所以副院长他在这个 整个协调的过程当中 都是花了很大的心血 而且做跨部会的协调 陈静仁大赞众文灿 干两度俱功 感谢行政院全体同仁和国人的支持 引述圣经上的话 自笔小蜡烛照亮台湾 2015年年底 总统要我来当他的 这个竞选搭档的时候 我回去再默想 要做什么呢 当我打开圣经上 的话的时候 就说我要做 地上的盐 世上的光 然后我要做一支小蜡烛 点燃自己 来照亮台湾 以圣经小故事做比喻 更感谢副院长 周文灿伴随左右 完成沟通协调的任务 那个团队成员查会上 个个如释重负 有感而发 跟着院长做事 大家会有很多感觉 那我当然是最有感觉的 这个大家知道院长是升旗士 这个他背后是有信仰 所以他每个决策背后 是有价值感跟方向感的 未来这个赖总统领导的 这个新的政府团队 我们的卓龙泰院长 领导的新的行政院团队 越做越好 我们每次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跟总统开会 我不知道我报告内容错了 或者是怎么样 假如那个会议里面有院长在 我永远不必担心 因为院长一直都会用 微笑的眼光 然后他会频频点头 我看那个总统 看到院长这么支持 他也不好 说什么 有别于前院长苏仁昌霸气的冲冲冲 陈建仁始终面带微笑 温柔坚韧路线 入获不少阁员的心 席别会上气氛欢乐 带有一丝的离情依依 陈建仁一年半的任期 终于卸下重任 功臣身退的他 也将重回他最爱的研究工作 明星的里教阿诚 维于SNG小组 台湾报道